大家好,我是天狼 很多花友对于月季的换盆 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个 月季的换盆成功的略 那么首先什么时候可以换盆 那么对于月季来说 它全年都可以换盆 但是建议大家在生长季节换盆 这样也就是说春天夏天 刚刚入秋 那么秋冬季节就可以停下来 因为早晨跟冬天是一样的 苗子到什么情况 我们需要换盆呢 首先我们要看 你看这个苗 它的灌符直径一定要比花盆的直径大 灌符要比花盆直径大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 画面拿出来贴近花盆边缘的 这些根系长满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换盆了 当然了也不是说 长得满满都是根 就是你能看到 有个七八条根的时候 还有这种的 你看花盆的底孔 很多这个根系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灌符已经很大了 这个盆已经养很久了 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 要换盆的时间了 那么换盆我们需要选择 什么样的盆 盆呢我们建议选择这个排水性良好的 偷袭性良好的这种花盆 我们建议使用青山盆 当然了 只要除了那种再幼稚的这种的瓷盆 不建议大家选用其他盆 还都是可以的 花盆的大小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像这个盆 我们在12厘米左右 你选的盆 比它大 0.5到1倍就可以了 当然再稍微大一点也可以 但不建议更大 也就是说 10到12厘米的花盆 你换的大小是15到25之间的盆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像大一点的 像这样的 口径能有20厘米的盆 你要换到32厘米到40厘米左右的盆就够了 不需要再大的 换盆起来比较简单 装进去 然后我们把苗首先要处理一下 苗怎么处理呢 我们把底下的这些接近地表的老叶子黄叶子掰掉 扑枝剪掉 然后把上面适当的修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它扎你 你不修也不要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把这个苗拖出来的时候 把表土稍微揪掉一点地 差不多有个0.2厘米就可以了 因为表面上会吸出很多盐分 我们这样给它去掉就比较好 然后我们在换盆之前 我们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换的这颗花的含水量 盆里含水量 如果它很干 建于你先浇完水再换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换了这个新的土 它这个新的土跟我们原来这个老土 它的质地 它的吸水程度是不一样的 为了避免新土吸水快 老土吸水慢 而且老土一旦干燥了之后很难吸水 所以说先把这个土 浇湿了 我们再换进去再浇水就比较好了 然后给它放到里面 因为我们换这个盆比较大 你换到中间它这个空隙比较大 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装土就很容易把这个缝隙填 你不用用力外下塞 只需要跌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 右根不至于严重的受伤 那么换好了浇水浇透 就可以放到太阳下面去曝晒了 一定要晒太阳 千万不能拉遮阳网 要说你刚换盆你要遮阳要换苗 那你会把这个苗还湿的 月季不需要这么样处理 那么我们月季换盆 其实也就这么多 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当然了 你在换盆的过程当中 在里面机子里面拌上换湿肥 或在盆底放一些有机肥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换盆很简单 没有那么特别多的讲究 就这几个点你记住就可以了 好了如果喜欢记得点关注 我是天狼 我们下次再见